老一辈人有言 川菜二十四味 讲究的是味道的复合 豆瓣酱正是复合味道的基础 以蚕豆为原料的豆瓣酱 牢牢把控着川菜热菜的十味脉络 蚕豆在我国种植十分广泛 《本草纲目》中记载 属中颇多 用蚕豆 辣椒制成的豆瓣酱 在四川人的饮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眼前的制酱车间 是四川众多豆瓣酱工厂的共同缩影 缸中发酵的美味 满足了无数食客的口腹 经过清水浸泡脱壳的老蚕豆 形态饱满 半粒完整 熟知制酱规律的乡民们知道 蚕豆浸泡时间的长短 深刻影响着豆瓣酱的品质 时间过长则豆瓣僵硬 发酵时不易软化 成品口感与味道将大打折扣 豆瓣酱水后加入面粉不断搅拌 晓制后便可加入盐水 蜜蜂发酱 在豆瓣酱中除了蚕豆发酱之外 还有另一种重要食材 牵动风味 这便是腌辣椒 一层碎鲜椒 一层盐 是鲜辣椒蜕变的秘诀 分层铺盏均匀的盐 与鲜椒被大力压实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 相互浸染 最终拌入发酵成熟的豆肉中 豆瓣酱由此诞生